你初到宫中 不如 就先为本宫念书吧 本宫近日 看书看得眼睛有些疲惫 总想找个人替本宫念书 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不如以后 你便替本宫念书 你愿意吗 愿意 婉姨愿意 那好 我愿意 拜见 跪下 祖埔业勉礼 你 给朕跪好了 父皇 我 我 看看你做的好事 朕命你监国 你竟然将朕的耿康给杀了 怎么 父 父皇 不要挟身父皇 朕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想当年在定州 耿康帮了我们一家人多手啊 后来进了林治馆 更是将馆内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你到底有什么天大的理由 可以把他给杀了 若非朝臣上奏 举荐林治馆的人选 朕至今都不知道 耿康竟然已经死了 父皇 儿臣也曾与耿康共事过 与他一世有感情的 又怎会真的想杀了他 这其中一定 一定有误会 误会 好 你到童朕说说 是什么天大的误会 让你可以滥杀人臣 儿臣 是那王毅说 他遇见林治馆 查阅水落泛滥之地的资料 不过 却被耿康以赦密为由 阻拦在外 可当时灾情紧急 王毅一时心急 两人便吵了起来 谁知愈吵愈烈 最后打了起来 没想到 王毅一失手便杀了耿康 太子 你是监国 若没有你的授意 那王毅敢乱动手吗 朕可听说 那王毅的手中 由你给的令牌 你不要以为 你不说实话 朕就查不出来 若待朕查清真相 你便在乎机会辩驳了 太子殿下 这到底发生了何事 你赶紧向陛下说明啊 你若有苦衷 陛下定会谅解你的 快说 据王毅说 耿康说是儿臣命他去取资料 又不是父皇让他去取 故将王毅拒之门外 儿臣认为他藐视儿臣 这一气之下 将令牌给了王毅 儿臣说 若耿康再出言不逊 便可以 承知 儿臣也没想到 王毅竟失手把他给杀了呀 你竟敢滥用法毒啊 王毅竟失败 太子 还有什么荒唐事是你做不出来的 皇后虽宠着你 可你再三地令朕失望 今日 朕若不惩罪你 你日后 陛下更加无法无天 陛下 不可呀 有何不可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陛下 话虽如此 但我们如今当以大局为重啊 眼下我们刚灭了陈国 江南一带政局尚未稳定 若再将太子推入是非中心 那难免会被一些 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啊 况且 太子只是让那王毅惩职 未让杀之 没料那王毅竟将耿康杀了 若真定为下令杀人 到时将此事闹大 恐怕会对太子殿下的声誉不利啊 到时这朝堂内外 又要引起风雨了 那左扑叶以为 该如何处置呢 陛下 为今之计 便只能将王毅定为失守杀人 并依法成旨 更康 为人刚之不阿 为朝廷鞠躬尽瘁 陛下可以后续其家人 遗险皇恩 后续 那是自然 眼下也只好这么办了 你给朕滚回东宫 惊死己过 滚 是 父皇 他竟将令牌赐予王毅 让王毅惩治 那王毅定是狐家虎卫 才敢下次狠手杀了耿康 若非高炯替他求刑 朕恨不得立刻将他与那王毅一起抓来问罪 陛下 勇儿的本意并非想让耿康死 这其中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才会闹到这一步 是的 如今你还在替他辩白 你知不知道 在他监国期间 朝政被他治理的是一塌糊涂 水患也未能根治 淹死了不少盐河居住的百姓 朕如今对他 是失望透顶 陛下 不认识 勇儿 此番第一次监国处理政务 难免会做得不够好 若你慢慢教他 他定学得会的 慢慢教 陛下 臣妾觉得高大哥说得对 以眼下的情形 实在不宜将太子推向是非中心